我要因为我的不当言语 公私不分 先跟你说一声道歉 不论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造成你的不舒服 或者是不谅解 我都应该要跟你道歉 我反省自己 如果我在这样子的情境 会去说出那些话 那可能是我该受到的 性贫教育不够 我对两性之间的相处 还有学习的地方 未来我也会更努力的去改进 吴小姐 谢谢你帮我上了一课 我也希望社会大众未来 如果你觉得我做错了 你也可以告诉我 指证我 我要呼吁男性朋友 在你以为你很幽默 你在开玩笑的时候 你或许已经伤害到了对方 那最后 我还是要跟你说一声 谢谢 道歉 吴小姐你好 我是陈伯伟 我要因为我的不当言语 公私不分 先跟你说一声 道歉 我记得是2019年的时候 当时你住在彰化 我在物日选举 你可能因为支持我们 你常常来帮忙 选后我们成为联友 我记得一次在脸书上看到你发文 说你遇到职场性骚扰 我知道女性面对这种事情 需要申诉的道路是沉重而且漫长 我要求我的团队助理 一定要协助你 陪你报案 陪你收证 后来你加入了垒球队 垒球队的成员是四面八方而来的 当时你又遭遇了一样的骚扰情势 我要求那个队员马上离开球队 我认为我们当时经历了选举 罢免补选的这段时间 你一直都是志工团里面的一份子 在志工团里面大家有开心 有悲伤的时光 但是不论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造成你的不舒服或者是不谅解 我都应该要跟你道歉 我过去经历的种种成就了现在的我 我反省自己如果我在这样子的情境 会去说出那些话 那可能是我该受到的性贫教育不够 我对两性之间的相处 还有学习的地方 未来我也会更努力的去改进 吴小姐 谢谢你帮我上了一课 我也希望社会大众未来 如果你觉得我做错了 你也可以告诉我 指证我 我要呼吁男性朋友 在你以为你很幽默 你在开玩笑的时候 或许已经伤害到了对方 这是我们都必须要的 学习跟成长 但吴小姐 我认为我能做的 我都会尽力去做 我不希望未来你回想到我的名字的时候 都是不好的回忆 或者是我不应该出现 我希望知道我还能怎么做 才能够得到你的谅解 最后我还是要跟你说一声 谢谢 道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